大家好 大家辛苦了啦 感謝我們這個問題上 所以你又放下去 你又開放 實在是我把所有的消息都傳給我們的會員 可是總開始已經下班了 很難聽說的那個中緣 我說我今天一定要來一下 這個一屆很少把我們聲音 很強勢的表達出來 講得很低一點都被人在踩在腳下面 所以我想 在我們的蘇里斯坦領導之下 還有我們中央幹部以下 除了那個記者會 我們一定要團結 要出去之外呢 像今天這個場合我們一定要把多少 我們的聲音傳出去啊 那我其實是比較一個 硬的想法啦 現在我們去邊緣地區 說還要我們 請出去這個縣市的 醫藥分業處境委員會 那是下面挖鉤啊 什麼叫醫藥處境委員會啊 我怎麼聽都沒聽過啊 主委在這個地方啦 那個乾脆不要做了 乾脆不要做了 乾脆不要做 我們做這些辛辛苦苦的 為了推演一些民眾 現在因為要見了一些話 就要我們 把這個提到醫藥分業委員會去 我們應該要把這個 事情訴諸在民眾上面 讓民眾看出來 他們不方便他們出來講 對我們來講 人家說我們是利益的團體 可是對民眾就不是了 所以我建議 不如會賣走 賣走和民眾一起講 這樣比較重要 這樣比較重要 今天很高興 我看到大家 我覺得我們這個活動 要一波一波一波的出去啦 不要說讓藥師們 其實藥界裡面 大家知道他們的想法 事實上是非常分歧的 那個只是藥界裡面 幾個 第一團體 第一的部分 出來在主導的 像我問我診所的藥師 那太純嗎 剛剛算對啊 剛剛算對啊 其實站在一個很簡單的想法 為什麼所有的師 醫師牙醫師 藥師 檢驗師 除了藥師除外啦 檢驗師 護理師 護健師 大家的法律都長得一樣 為什麼他們長得跟我們不一樣 那 我在另外一個負面的想法來講的話 反向思考 今天 這個改到這樣了 那我們來改我們醫師法 我們改到跟他們一樣 那誰會跳腳 民眾會跳腳 衛生福利部會跳腳 這個 我們幾位前輩講的最對的 其實我們是站在民眾這邊去想 他們的對象 事實上是大法官啊 不是我們啊 所以 如果這個法 又這樣子修 我建議 再提示線 我相信不會過的 所以今天很謝謝大家 我們今天能夠在這個地方 能夠團結 我希望這個執行要一波一波 我們幾位重要的領導幹部 像王理事長 像我們的主委 希望能夠我們一波一波的 各縣市遍地開花 不要讓人家把我們的聲音都踩在腳下 謝謝大家 謝謝